一个人花2597元体验米其林新途潮州菜 没有多快乐 当今的深烟富贵家 哇的下糟 这还是多了 外头炸得非常的酥脆 20天的妙龄鸽子 表皮光滑又亮 哈喽这里是辣辣油 今天咱们去吃一家人均520的新派潮州菜 据说主厨还是米其林的新厨呢 看到了有特别想吃的虾锅 像是剥好壳的 还有肉饼帝王蟹 很期待今天这一餐的 好想吃潮山卤水 老石头鹅这些 哈喽您好 我预约了中午的一位 好谢谢 可以的特别好 新包间是会收10%的服务费 我今天吃着吃着 如果肚子我就这样 这种菜单 哦好 您是一位吗 嗯 我要分潮州卤水三年老鹅头 肚子有额头加有额颈 下面是有拼盘类的 骨鸽是一只什么 要一只吧 深烟富贵虾 南二大响螺 现在要什么做法 不要炭烧吧 您豆腐是不是必吃的 对 逃生特色 我记得有那个虾锅是不是 没有了 树番茄桂花百合 罗氏虾和你们的小鱿鱼 推荐你干 葱油爆南二小鱿鱼 有五道热菜 你这一道酿菜 这边是茶 家您需要喝什么茶水吗 要不我就来一杯冰可乐就行 冰可乐嘛 好的 谢谢 这个挺好的 一道两道 三道四道还用小时 龙眼 青枣 生生脆脆的 小时葡萄干汤 叫啥来说我给忘了 露气满黑 这也有嚼劲 粘什么柱子中 没有葡萄干甜 两种口感 鲜明嘴笔 也有嚼劲 很软糯的 八蛋末 五豆 像高铁上买的小零食 挂给五豆 上面裹了粉的 太多吃了 微甜吧 看到 因为这个白盒的话 是自带甜味的 很漂亮 放到后面吃 喝一下菜 好 生烟付给一下 旁边搭配的是蒜蓉醋 嗯 糖心的生烟付给一下 里边带黄 好绵绵 丝滑的高度 前正一顿 像这果都是肉 内心脏 内心脏面液态的 流沙蛋黄 从它的腹部这一块 掰比较好 酸酸辣辣的 蒜蓉条 你都喝了 需要真的吃 好 哦没有 虾骨了 换一个吧 要不混成黑胶的 螺丝虾 其实昨天最吸引我的 就是虾骨 没有吃到 好可惜 精细感 更多的来源于 糖心的虾膏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油的部位 我会吃到 带冰的感觉 肉片 润落冰凉 一心 丝滑绵密 像肉丝蛋糕的口感 两种口感 双重结合 但吃起来 没有给我特别的精细 肉片是放在冷冻圈 这还是给我 哦 可以倒入 螺水 酸融醋 谢谢 酸酸它才会发生成的 表皮光滑 亮面 这是什么蘸料啊 韭菜花酱 皮是硬壳 韭菜花 这样这个酸融醋会更好 外壳炸的非常的酥脆 内心非常柔软软的 小布丁 韭菜花酱 一道比较不稳 它的外壳我好喜欢 淡淡的 咸香韭菜香 蘸蒜蓉醋 一心就比较鲜明 但它本身吃起来不腻 不咸 蘸多少都没事 像韭菜打成盐 然后一点点的盐的感觉 小姐说这道乳鸽 必须产肉吃 20天的妙龄乳鸽子 不要被光滑油亮 乳香味 也咬下满口汁水 皮酥肉能多吃 我感觉这个房间会把人的身影放大 可能是太安静了 不敢大声一点 歌秀嫩气 饱含汁水 是传统的那一炷炉香 我的锅味偏浓 皮非常的妙 小玻璃脆壳 皮下还带着点吃 哦 肥味 这只鸽子有一种 越吃越好吃 越想吃的感觉 给到你一点回味 耐看型鸽子 鸽子处理的很好 很有心情 小翅膀都没有烤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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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油爆了 要什么烤焦油 小翅膀 可以沉起来吃 可以沉起来吃 炸炸风 金油淺酱 味性变成的 有洋葱的那种 有洋葱的那种回忍好 肥宝平常规 鱼肉肉质 然后是 可有肉感 这个鱼鱼的量还可以 看吃它是多的口渴 石头鹅三瓶 骨威尔 鵝肝脱了骨头鹅 烤焦 骨水味比较重口 非常油润 凉了是在嘴巴里 QQ软软软的 如果打热它应该是偏 软黏的口感 温度会让它的口感发生变化 鵝肝 揉面当中 鵝肝肉感 小翅膀拿的 骨水味感不同 小翅膀 一吃 麦克 会有粉炸炸 可是 一吃陈一体 鵝肝肉最好吃的 皮诺肉丝 蛤n 壳 seperti 连颜 零 脆 菜 油 油 我 油 脆 脆 脆 汗 脆 脆 dle 黑椒豬肉是下的 哈 谢谢 是不是之前在武汉吃月菜也点了它 螺蛳菜还是想给它一辈子的皮外 这黑椒是非常的滤 鲜鲜亮的感觉 还有一点糖性呢 像温泉蛋的那个质地 这道黑椒的调味非常喜欢 尾调能够让你感觉到黑椒自身带油的辛辣的 这晃叶也太流行 很奇怪 我吃虾黄没吃 吃蟹黄就不行 胖胖的虾类油就没过 没怕还不少吃 嫩气的那一块 没有那么滋质 变成红色 这种状态的虾黄 让我想起来的刚刚的富贵虾里变得 溏心虾膏 今天生意比较小 大家介绍在这个房间 积其谈一些热菜的旁边 下午打包回去吧 啃了好久 没有吃完 我喜欢它 你把虾咽下去 它会有葱子 这样放上来 胡椒的那种毒油性 树番茄桂花百合 像桂花蜜 淋在百合叶上 水到 不敢被网友吹爆 树番茄吃了你口齿生津 酸酸甜甜 和传统里当中的番茄完全不同 果肉 成了些非常弱 颠覆你对番茄的影响 白河清水当中带着一点酥的口径 不得不夸议 缓森树番茄 内心的果馅 明明就化成水上吃 海上锅里边的酸甜汁 更热 只要很甜 原来比较即可 现在给大家用上这个 炭烤的炭烤 炭烤的还要搅,那个大小锅 酒精 放入正正的香 豬肉片成片 太坦逃逃的 QQ 还有大小锅 好,谢谢 大小锅 盐的包围度非常的高 有点往报纸当中领悟白去 在碳上的那个味道 盐的剃度已经在这了 罗的裙面捉稠的有点干 会有一点回果感 小罗汤 在罗 罗的汁我们忘了这 吃买了这个有点甜的包围 它是非常浓郁咸鲜的下降 最后喝个糖水 清甜 黄棉 后调是苦的 味道残层低 先是给你一种软弱到咸淡黄的那种口感 有一点死亡相似的那个味道 陡然间都会入软 后调那个苦精就上来 水到喝着非常舒服的汤水 有一种在家里边煮梨汤的那种干粥 小姐姐把这个虾打包吧 好 好谢谢 我正好结个账 今天总计消费2597元 我想还是初来说最后的总结比较好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一家今天没有给到我什么大的惊喜 有一点稍稍惊艳的是水果 树番茄了 其他的就比较偏大厂口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没忘了点赞频道和收藏 去年吃成都基本月市早茶自助我都吃差不多了嘛 所以今年我就想开发一点比较惊艳的那种米其林菜啊 或者是吃到就让你眼前一亮的才想挖掘一些更多不同的 当然月市早茶自助还是会继续的